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9月15号 星期五 这突发新闻 美国三大汽车巨头的工人 大罢工 为什么说是突发新闻 那是这样 十天前 美国总统拜登 亲自与工会的代表 还有汽车制造商领导人 进行了会谈 然后十天前 美国总统拜登 极为乐观的表示 谈头了 没问题了 可以避免罢工 十天之后罢工了 拜登说话跟放屁一样 想想阿富汗撤军了 拜登说 我们在阿富汗花了二十年 两万亿美元 我们培养了三十万正规金 他说不要说 我们走了之后 塔利班能打回来 我们走了很长时间 塔利班能打不回来 我们培养了三十万 都是美军培养的最精良的 不对 结果美国还没撤走 人家一直堵到飞机场门口 最后美国士兵死了几个 死了六个还是死了八个 都见了鬼了 前脚刚说完 后没用了二十天 人家直接从深老林 一直打到阿富汗首都的机场 阿富汗全境 美军都没撤走 阿富汗全境就全部沦陷 结果拜登十天前 我觉得总统总有点谱 总统说了 说已经谈妥了 可以避免罢工 十天之后突然 我就觉得这怎么回事 一个小伙伴跟我说说罢工 我说我这都能谈判破裂 是不是 而且你知道关键是什么吗 就我们完全认为这个谈判不可能破裂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美国最大的这个卡车运输巨头 Yellow宣布破产 就在这个 这才刚 九月十五 一个半月之前 七月三十一号的时候 对不对 你看八月 这九月十五号 就一个半月吧 一个半月之前 二年二三年的七月三十一号 美国卡车系统 Yellow 一个九十九年历史的百年老店 宣布破产 而且这个倒闭 是美国卡车运输业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 几乎可以说导致三万人失业 就是这么大规模的破产 在一个半月之前 刚刚来 当时这个卡车运输 Yellow为什么破产 你知道吗 跟工会谈判 失败 谈不拢 谈不拢 最后 那这个Yellow就跟工会说 说你在逼我 逼我 我破产 我破产给你看 我破产 我没了 你们全完蛋 工会说你破吧 我不怕 结果就真的就宣布破产了 是真的宣布破产了 一点都不开玩笑的 然后呢 我们就觉得 这个有前车之鉴 对不对 你最后你工会 逼逼逼逼 逼到最后 它破产了 它停止运营了 你怎么办 你就吃大家一拍两张眼 全完蛋 所以那五六觉得呢 这个三大汽车巨头的 这个 这个是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我认为呢 它会有一点算死 就有一点诚实 就觉得 就差不多了 对不对 因为你前面 你看着 那帮是卡车司机的工会 对吧 跟着把Yellow给 逼着破产了 倒闭了 那底头率 为什么成鬼城 也是工会 当年底头率 那么多汽车 都是最后被他们挤了 挤到最后 大家一拍两赛 就完事了 对 前面这么多血淋淋的教训 然后总统也进去了 总统也说了 没问题 大家要谈索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十天之后 他们破裂了 然后就罢工了 莫名其妙 真的是莫名其妙 真的太有意思了 9月15号 今天凌晨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与汽车三大巨头 通用福特 然后呢 这个叫斯特兰蒂斯 斯兰蒂斯 其实以前就克莱斯勒的集团 合并来的 改名了 叫斯兰蒂斯 其实以前就通用福特 克莱斯勒 然后就谈判失败 全美汽车联合工会 在美国多个州发起罢工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 仅仅就在这三家汽车公司的会员 就有14.6万 还有其他汽车公司的 但是现在主要是这三个巨头 开始罢工 三大车企都认为工会的要求 根本就不现实 如果满足工会的条件 三大车企的劳动力成本 每年当增加 450亿到800亿美元 直接就威胁到他们 我活不下去了 你这么赶上去 我破产得了 我破产给你看 跟Yellow一样 是不是 尤其当前美国汽车行业 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期 因为现在正在往电动汽车转型 也是一个阵痛机 对吧 被电动汽车挤的都快不行了 但大家都在想办法要转 转的话 在过程中会有大量的这种 投入成本都会有 对不对 那么三巨头的劳动力成本 现在是每个小时64美元 已经挺高的了 说丰田的每个小时只有55美元 别的便宜10美元 对不对 竞争不过人家 特斯拉劳动力成本 每小时只有45美元 还便宜 别的便宜20美元 当然了 这个问题在这就是说 特斯拉没有工会 这有一会咱们再说 咱说 福特已经警告了 这个工会 说你们如果罢工的话 工人今年的分红支票 全部取消 而且我告诉你 你这么搞下去之后 不光是我们这些汽车指导商 受到冲击 还有很多我们上下游的企业 还有那些企业的员工 供应商 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行业 相关的行业 都会面临的就是现金流苦劫 全美国都受影响 然后工会跟他说 我就罢 你死去吧 据这个调查 汽车三巨头 美国汽车三巨头 因为美国车上的国家 也是一个靠汽车工业支撑的 三巨头罢工 10天就会导致超过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汽车行业占美国GDP的3% 罢工将影响美国经济 为什么我们原先认为 就是说这么大影响的 应该不至于要总统 像总统都进去了 总统都不进不行 怕出事 总统都进去了 说谈妥了 没事的 他不知道就罢工了 牛津经济研究院估计 如果这三家公司 十几万人 14万多 将近15万人 最终如果真的就罢工 现在已经开始罢工了 但现在还没有 他不是一次性来 他分批分点了 一点点来 先吓唬 那么举行罢工的话 会导致美国三分之一的汽车停产 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的压力 并且提高新车的价格 直接影响美国的通货膨胀 我告诉你 现在9月份已经出来 上个月的通货膨胀 又重新涨回来了 我到7月底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了 我说基本上 没有办法了 他手里牌都打完了 加息就已经快加到6%了 然后他手里的战略石油储备 扔到差不多了 那么后面肯定知道通货膨胀 8月份就已经抬头了 9月份 如果罢工再持续下去的话 9月份 10月份 通货膨胀会进一步的落高 因为美国印象汽油 汽车这些 都是跟美国人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这些东西 知道吗 那么如果按年率计算的话 那么将导致美国GDP减少 整个全国的GDP减少0.3% 就这么巨大的影响力 而且我告诉你 这只是就是说 如果是就是说短期罢工的话 如果对持持续下去的话 那么最终给GDP的充气 就拿到7% 什么概念呢 预计因为美国经济经济发展不好 预计美国今年的GDP是1%的增长 0.7%等于就没剩啥了 你懂那意思吗 就没剩啥了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这么计算的 你知道吗 它这个计算呢 看的还是比较乐观 我觉得 就是说我还这句话 树上有十只鸟 我开了一枪 打死了一只 树上还有几只 就没有了 你懂吗 如果这三大汽车巨头 长期罢工的话 对美国经济伤害 绝对不是就仅仅的 就是说 那你就是说直接计算出来的这种数字 它对方向面面的其他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可能就导致美国经济崩溃 美国现在经济本来就岌岌可危 本来就很危险 对不对 本来通过膨胀就快控制不住了 半张手机就没有拍和打了 现在在搞这个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真的 我没法理解这个谈判是怎么破裂的 我也意想不到 就这种谈判竟然破裂 就是作死 你知道吗 上一次工会就把底头率整个 逼成了一座鬼城 知道吗 这么搞下去的话 是要把整个美国变成底头率 你知道吗 这是我不开玩笑的 你知道吗 因为你哪有这么搞的 美国同共就那么三大 其他那些太小了 你知道吗 主要就通用福特克莱斯勒 那三个一起搞 那不就棍了吗 你知道吗 就直接趴了 就趴地上了 接着说 那当然现在大家认为 最大的赢家是特斯拉 因为特斯拉没有成立工会 刚刚我说了 我说后边说 对不对 特斯拉长期以来 马斯克他就反对工会 他认为工会会托华企业效率 但是这有个问题 特斯拉主要的工厂在哪 在中国 你明白吗 它的Model 3 Model Y是在中国造的 当然它Model S和Model S 这两个是在美国造 但是这两个加一起 都不够它的 我记得 我记得这俩加一起 都不够10% 它整个销量90% 都是在卖Model 3和Model Y 你明白吗 那俩就是 那俩卖的那么贵 性价比那么低 然后买的人其实非常少 你知道吗 但是也见了鬼了 我认识人全部都买了Model X 你知道吗 我认识人 咱们认识人没有任何一个 是买了Model 3和Model Y的 对不对 咱们认识人全部 有一个买了Model S的 剩下全都买了Model X 对不对 我也要反省一下 我也要反省一下 我认识的都是 不追求性价比的 所以 它问题在这就是说 它在美国的特斯拉 可能有一些好处 但是好处不是很大 主要的好处在哪 是对特斯拉的上海工厂 这等于还是在帮中国 本来中国汽车就在崛起 你现在在出这种问题 对吧 当然现在还好 幸亏当年有川普在 川普的庇护到现在还在了 由于川普的庇护在 中国汽车现在进不来 如果当年又没有川普的话 现在中国汽车再进来 这三家 要我说 直接先破产就得了 别费劲了 还不要再挣扎了 也不用抢救 不要跟医生说 我还能抢救 医生说你抢救不了了 闭嘴吧 你看吧 直接死 死得快一点 是不是 就直接完 反正这么意思 当然现在整个美国政府 美国总统全部都进去了 拜登也蒙了 十年前刚说都谈完了 怎么又不行了 又不行了 这个现在认为 如果快速解决 就一个星期之内 把它解决掉 那么还好 只要超过一个星期 因为刚刚我们说了 罢工十天就有巨大的损失了 你懂吧 那么如果超过一个星期 到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就是十个工作日 解决不了的话 伤害就巨大 那么就认为 只要这个罢工 持续超过十天 对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就有冲击了 知道吧 所以拜登只有两周的时间 两个星期之内解决掉他 解决了 那还好 解决不了的话 明年可能总统都很难连任 我不开玩笑的 因为这个影响太巨大了 知道吧 这个通众福特 克莱斯洛 这对美国 这都是 这是什么样的影响 那拜登政府的官员 现在正在紧急 采取的援助措施 来保护 为三大汽车制造商 提供共用的小型企业 因为这三大 他上游下游 有好多 需要跟着他混饭吃的 那这些小的企业 加在一起 可能全美国 可能有几百家 那么这三大 可能有 因为他现在加工会的 有14万多人 还有没有加工会的 还有几万 但是其他那些 跟他混饭吃的 估计也得十几二十万 你知道吗 那现在如果搞不好的话 那些小企业根本 根本 这三大企业底子厚 知道吗 他能经得住折腾 那些小企业经不住折腾的 你如果这么搞 搞个一个月两个月 有些小企业可能要破产的 那现在没有办法 只从美国政府出来 兜底来保他们 然后还有 那当然主要其实说白了 就美国只要发生任何事情 说白了就是大选 大选 大选 选举 选举 现在主要是对选举不利 如果这一次就是说拖了太久的话 解决不了 对经济影响巨大 明年选举 反正就是看总统 我到现在来讲 我比较乐观 我认为 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破裂的 时间前不是说 说已经谈妥了 现在破裂了 但我认为总统进来之后 会强行的向双方去施压 施压之后 我认为两周之内应该能解决 为什么 因为两周之后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那真的是三方面都无法承受的这种重量 双方都三方都无法承受 就是说一方就是美国政府 对美国政府上都太重要了 你知道吗 另外一方面是工会 另外一方面是企业家里边 我觉得三方谁都承受不了 超过两个星期的话 三个方面都无法承受 当然问题就在这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工会知道 你兜不住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之后 总统就会向你施压 总统会去敲打这些企业 企业认为 就是说就觉得工会你不敢 你这样我破产之后 你们全完蛋 知道吗 美国经济都完蛋 所以大家都认为什么 你不敢 你知道吗 就叫叫胆小鬼游戏 两个人开始转 往下号撞 看谁最后先躲 就胆小鬼游戏 你知道吧 大家都认为你会躲的 但问题在这种状况 当所有人都认为 对方会妥协的时候 那就没有人妥协了 你知道吗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最终两个礼拜之内 美国政府会把它解决掉 我觉得最后很有可能 就是说实在不行了 美国总统干什么 用纳税人的钱 去补贴 三大车企 我们不 纳税吧 拿着我们的钱 去补贴他们 补贴车企 然后让车体 再去补贴工人 给工人 发奖金 或发工资 什么的 推高工人收入 然后再不行的话 再给车企 进行一些税务的减免 最后就导致 美国政府吃亏 美国的纳税人吃亏 然后把这事情解决掉 不要让他造成更大的伤害 美国政府兜底就得了 等于最后亏 都是美国政府吃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 工人认为 反正政府最后一定会敲打企业家 企业家就认为 最后实在不行 我就去找政府敲竹杠 让政府够点好处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子 最后 你最软弱的就是拜登 对不对 那怎么办 那就拜登可能就是出来兜底了 但是你能明白这一点 萨切尔夫人经常说 政府是没有钱的 政府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们哪的税 所以最后我看这意思 我们在这儿吃瓜群众 看得很开心 对不对 然后最后吃亏的 就是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一点都不开玩笑 好吧 这些事情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